你是谁啊 我就是你啊 你是我 没错 甚至的一切都交给我的 天黑 请闭眼 小雪 你太棒了 次次都是一百分 妈妈太爱你了 妈妈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 虽然我每次都得一百分 但是我不开心 我要去看电影 我要去游乐场 你说什么 小雪 你今天怎么了 妈妈 我以后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我要去做我喜欢的事 站住 这是我的小雪吗 小雪姐姐 学校只剩下一个 去看电影的名额了 我知道你不去 我跟他们去了 等一下 谁说我不去的 妈啦 我喜欢看电影 这次我要去 可是小雪 以前碰到这种情话 你都会让给我们去的 今天怎么变了 以后我不会再把 喜欢的事情让给你们了 再也不会了 小雪姐姐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 一点也不像她了 就是 以前 她从来不会这么说的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小雪 不要伤心 我已经把你解决好了 你以后只管去做 喜欢的事就好了 你做了什么 做了你认为是正确的事 你不敢做的 我来替你做 不是 这样你会藏大家的心的 我是真的热爱学习 妈妈独自我学习也是为我好 朋友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 你不能这样对大家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又是哭什么 你分明就是不适合现在的自己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想考一百分 我想帮助大家 不 你不想 小雪你等着 我一定会给你答案的 你回来 谁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妈妈 我以后都不要上学了 我不想写作 也不想读书 小雪 你怎么了 不会这样的 我不相信 大宝小辈 我以后不会再把喜欢的东西 让给你们了 我的东西就是我的 你才是错的 黑暗小雪 你快醒醒吧 我伤心 只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没办法是自己开心的学习 也没办法再帮助别人的同事 还不辜负自己 并不是你说的那样 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快小雪吧 对不起小雪 妈妈不知道你这段时间过得不开心 都怪妈妈每天吃下着你的学习 忽视了你的感受 妈妈错了 妈妈以后会改的 小雪姐姐对不起 是我们以前太任性了 什么都要你照顾我们 也忘了你的感受 对不起 我们以后也会改的 没错 对不起小雪 是我们错了 妈妈 大宝小辈姐姐 你们不必自责 我也不好 没有遇到问题及时跟你们沟通 好了 我们不说了 我知道今天童话王国有烟花表演 我们一起去看吧 好呀 让我们走 放烟花了 孩子们 快看啊 太漂亮了 是啊 好漂亮 现在好开心啊 我烟花 都要这么开心 小朋友们 也祝你们 每天开开心心的 没有烦恼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